身材纤细乌黑长发披肩的女子 正在一间卖鞋的店家挑选鞋子 但选完后她没有付钱 反而先是东张西望 接着从鞋柜抽出一盒鞋子顺手牵羊 还转身从容离开 关于庙口附近的这个夜市 店家其实有非常多 窃贼沿路看到喜欢的东西就顺手牵羊 但没有想到监视器全部都拍了下来 不仅如此 这名女子不但偷了鞋子 沿路到另一家衣服店的时候 先在门口看了看 接着迅速把衣服塞进包包里 在若无其事假装挑选其他的衣服 行径相当大胆 新美式新装21号下午5点半左右 妙口夜市出现了一名女贼 她连续偷了两家店 包括一件390元的衣服 还有一双790元的鞋子 总价值1180元 这名窃贼有着一头黑色长发 身高大约160公分 年纪大约40岁 活动范围在新装疑似是在地人所为 有时候店家我会骑40了 没有计较 有时候会顺手牵扬 就是这样 盼喜欢拿了就走 因为有时候店家再忙 就会造成这种 已经给人家拿已经拿好多数了 现在我都放得理得很远 她来给我买鞋子买那个连马 连马就太大 太大她就教我帮她连 连那个小一点 然后我这样给她连 她就前头后头就脱走了 白天的庙口店家都没有开 只有早上的市场摊贩 受害的店家也还没有营业 这名女窃贼沿路下手 行为非常的大胆嚣张 警方已经掌握线索 也提醒附近的店家要小心防范 记者许志明 陈寅如 新北采访报导